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以华语发表演讲的时候指出 中美两个大国的纠纷使世界各国陷入一个困难的处境 而作为一个以华人居多的国家 我国面临的处境更是格外困难 不过总理强调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依据原则办事 并谨记我们新加坡人的身份 今年是我国开部200周年 总理在演讲中谈到先被南下打拼的历程 总理说尽管当时拦到我国的华族 马来族和印度族等社群 与他们各自的祖国依然维持着密切的联系 但他们最终选择在本地落地生根 逐渐认同新加坡共民的新身份 总理说了解我国这段发展历史极为重要 现在世界进入了多世之秋 新加坡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知道我国的发展史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新加坡的国家意识 是怎么样形成的 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的世界局势 以及新加坡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 中美两国关系日益紧张 引起世界广泛关注 总理就这一国际问题阐明我国的立场 他说美国是我国主要国防安全伙伴 也是我国的重要经济伙伴 另一边 新中两国除了经济合作紧密 我国也因为人口以华人占多数 可借助同文同种的优势 加深民间交流 建立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总理形容心中关系独特 但作为一个华人居多的国家 有时候这也令我国处境格外困难 尤其是当中美两国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 如果我们支持中国 美国和其他国家可能会认为 我们这么做是因为在新加坡华人占多数 所以我们对中国有求比赢 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支持美国 中国不一定会理解 其实过去 当新加坡与中国在某些课题上 采取不同立场的时候 有些中国朋友就这样问我们 既然同文同种同主同言同语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同意 总理指出 我国在同中国进行合作与交流时 还是必须谨记新加坡人的身份 他说我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因此必须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并希望其他国家也能清楚明白 我国是个多元种族的独立国家 我们必须依据原则办事 不能受情感左右 不论对象是谁 无论是在新加坡 北京或华盛顿 我们所表达的观点 都必须是一致的 该同意的时候 我们会同意 不该同意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维持 并解释我们的立场 中美紧张局势对全球经济 构成负面影响 两国关系恶化 会造成世界继续分化 总理说 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 我国经济增长将受到拖累 因此必须现在就做好准备 适应新的国际格局 进入社会 再对 那